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自己做Fundman 我是陳勝駱,身邊繼續有豐盛資產管理的英Sir 英Sir你好 你好,大家好 英Sir,昨晚講到足球陣式,可否先講一些例子 好,這就是我去年在醫館開場時擺出的港股足球陣 去年六月到現在,差不多一年 平均回報有30%多 比我自己的分數更多 早知道不用做那麼多事 唉,你有得早知道也叫做有得贏 我豈不是比你更慘 我沒有去到聽你的討論,怎麼辦呢 先看看陣子 後面的五隻就是領展、智庫、港鐵、長江基建 以及首都機場 都是策略性資產,我們早幾個星期就學過 兩翼看看,信譽光學、瑞星科技 即是英Sir所說的下游工業股 中間看一隻IMAX,就是品牌 中國民航信息就是網絡 前鋒就是股王騰訊,都是網絡 是差一隻的,2669,中海民業,做管理服務 暫時就不知道應該關入哪個類別 融入了四顆種子,果然是合理的 看回我排陣,好像有些意思 當然了,有位跟 放在前鋒和放在後鋒是有分別的 放在後鋒門和後鋒都是策略性資產 例如領展、智庫和首都機場 他們是屬於資產型的公司 由於他們有個資產頂住 股價波動就不會有那麼大 他們就負責提供一些不錯的股息給我們 我們又順便可以博資產增值 至於前鋒方面,就好像騰訊 信譽光學和瑞星科技 他們是屬於智適型的公司 即是食魯 他們的攻擊力是會比較強的 但是股價亦會比較波動 在這一年來說,他們的升幅很強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去年第四季,他們曾經試過大調整 至於放在中場那一堆 就應該是兩者之間 即是說他們有些潛在的爆發力 但又不算是很高風險 但是這樣,想想不對勁 其實我們全部放在騰訊和維德諾 為何那麼煩要搞那麼多東西 鬼不知道嗎 這樣回頭看,個個都古神 我有個朋友 正正就是這樣一處獨贏 買到騰訊那裡 還要負責上 誰知道去年12月 騰訊在這裡被人偷偷的時候 他每次見到我都問我怎麼辦 搞到我一段時間都要避開一下他 率之騰訊又低位升上來 誰知道他賺幾百分 就走了 重倉又是贏一筒 那你又有道理 如果黑起上來,股王隨時都會大調整 如果我們買得越大,就會看得越緊 到其時就會捱得越辛苦 有得放監的時候 還不趕快鬆綁走人呢 其實心理壓力 就是一個被人忽視的元素 不過你看回頭 分散投資一定會後悔 個個都想 早知賣最強的那一隻 但分散投資的真剔 其實不是讓你去發達的 而是阻止你去死 讓你不要那麼黑 一注獨贏買中最壞那一隻 跟打球差不多 譬如你對球領先 人家三比零的時候 領隊通常都會換走前鋒 找多些後衛進去就頂住 我們都是一樣的 當你賺錢的時候 就不妨考慮減回前鋒 換多些後衛進去頂住 而這個方法 亦都是比較適合 一些年紀大的觀眾 如果年長一點的投資者 都不是想著怎樣撥發達 是希望可以保得住購買力 穩穩陣陣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越多錢 其實應該越多防守營型的股票 讓你每年有個不錯的股息收入 也不要那麼波動 其實你反過來想 握完前鋒和攻擊中場 都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指上富貴 就算股價一直在升也好 因為股息很低 所以你每年沒有現金回流 變成沒有現金去改善你的生活 所以取得平衡會比較好 我大致明白如何組成一個投資組合 年紀大一點的觀眾應該都明白 記住千萬不要只買一隻股票 今晚暫時講到這裡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